原力寒泪表示原谅 盘点原力讨伐门事件始末 安徽王综合训 原力参加节目被淘汰 深夜晒聊天记录揭露节目黑幕 之后事件发酵 原力获陈子涵 金星和乐佳等众星力挺 12月15日 原力接受采访韩泪表示原谅 盘点原力讨伐门事件始末 原力参加演员的当生被淘汰 深夜晒聊天记录指责 节目组暗箱操作揭露节目黑幕 更提及徐帆宋丹丹 原力指责的内容包括节目里 有很多黑幕剪辑师 故意把它剪辑成了一个神经病 讨心困难 节目组出尔反尔 一直没有给他说法等 12月15日 原力接受采访韩泪表示原谅 原力表示 原谅浙江卫视 原谅演员的当生节目组 还特意提及张国立 宋丹丹丹 张子怡 刘烈 张童 还有丹丹老师 国立老师 刘 业 张子怡 张童 我爱你们 祝你们一切都好 平安 不要再纠缠在这件事情上 一切都过去了 我再说一遍 我爱你们 原力在讨伐演员的当生节目组时 不止一次在网上说 他将把这次的80万元酬劳 全部动于公益事业 自己一分钱不留 盘点原力讨伐门事件 史莫原力谁被淘汰 晒聊天记录揭露节目黑幕 原力含泪表示原 亮 盘点原力讨伐门事件史莫 12月9日 原力被演员的当生淘汰 深夜晒聊天记录指责节目组 按相操作 揭露节目黑幕 截图内容中更提及徐帆 宋丹丹 原力表示自己能够晋级 才会考虑去参加节目 并提出签订合同保证 而最后原力并没有惊喜 节目组也以剧组盲 没有签订合同 聊天记录中 工作人员还表示 徐帆也同意来 节目了 但是节目没有同意 称可能领导觉得 他演技还不够吧 或者就是不喜欢他的表演 原力或重心力挺 接内幕干得好 原力含泪表示原谅 盘点原力讨伐门事件 始末原力晒聊天记录揭露节目内幕 或乐家力挺接内幕干得好 随着陈子涵 金星和乐家等较有影响力的圈内人士 为原力发声 此次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 乐家发文力挺 原力 电视节目的剪辑可以用以化节目 东篇西凑达到指路维码颠倒黑白的效果 这是千真万确的 原力 干得好爱逗见偶像感觉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来源 据说舆论我们许多人 都有自己的偶像 这些明星在我们看来 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对于明星们来说 他们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像我们的小凯 他很早就喜欢周董了 一路走来依旧追逐着他的偶像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剪刀宝样子有点猛 我们的小凯 虽然早已成名 但依旧疯狂迷恋周董 算得上明星中追星比较疯狂的啦 不过看小凯那开心的样子 一定是很满足的 小凯不仅人长的绿 歌唱了以后 在很小就收获了一群离妹 渐渐长大的小凯 是不是越来越帅辣啊 这一身西装是不是让你快认不出了 我们的小凯已经长大啦 这一身西装也能轻松驾驭了 同样吃迷追星的还有我们的一样 千喜同学 他很早就是比特帕里的全智龙的小迷地了 并一直在向他靠拢 当他见到偶像的时候更是激动不已 激动了和偶像握手 千喜心里一定高兴坏了 估计这首的好几天不洗拉吧 当看到自己的偶像 就坐在自己的前面时 那开心的表情真是直接写在了脸上啊 是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都不敢相信拉了 我们的一阳千喜同学也是 TFBOYS的成员 是不是TFBOYS都像我们一样 热衷于追星了 最后也希望三小 只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然他们都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 但他们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三叶草 希望他们能永远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一起爱斗见偶像感觉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捡到宝样子有点猛 来源 据说舆论我们许多人 都有自己的偶像 这些明星在我们看来 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对于明星们来说 他们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像我们的小凯 他很早就喜欢周董了 一路走来依旧追逐着他的偶像 王俊凯一脸幸福超满足 千喜捡到宝样子有点猛 我们的小凯 虽然早已成名 但依旧疯狂迷恋周董 算在上明星中追星 比较疯狂的啦 不过看小凯那开心的样子 一定是很满足的 小凯不仅人长的绿 歌唱了以后 在很小就收获了一群离妹 渐渐长大的小凯 是不是越来越帅拉啊 这一身西装是不是让你快认不出了 我们的小凯已经长大啦 这一身西装也能轻松驾驭了 同样吃迷追星的 还有我们的一羊 千禧同学 她很早就 是Bit Bam里的全志龙的小迷地了 并一直在向她靠拢 当她见到偶像的时候 更是激动不已 激动了和偶像握手 千禧心里一定高兴坏了 估计这手的好几天不洗拉吧 当看到自己的偶像 就坐在自己的前面时 那开心的表情 真是直接写在了脸上啊 是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都不敢相信拉啊 我们的一羊千禧同学也是 TFBOYS的成员 是不是TFBOYS 都像我们一样热衷于追星啊 最后也希望三小 只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然他们都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 但他们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三叶草 希望他们能永远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护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的地盈感